9. 星島日報 同真後人疾控訴求3.2億貸款 歷產不滿基金債權轉個人名下 2015年7月12日港民A18年老字號同真醬油增產案如波未了 同真醬油第二代掌台人王仲鳴於2010年過身後 擔任集團總裁的兒子王此豪出任王府的遺產管理人 王此豪質疑王大維繼早前入稟高等法院 申請罷免叔父的遺產管理人職務被法庭撥回後 入前再入稟向叔父慶重 指對方無權將王仲鳴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名下的如3億元貸款轉到自己名下 要求法庭宣告貸款屬於遺產一部分 班令叔父指代遺產收回貸款債項 願告為王大維及王埃倫 被告為王此豪 王達倫 王萬夏 雙蕭峰及已故殘留抗的代表 願告末對王此豪以外的被告作出指控 為確保他們受命令規管 才於訴訟中加入他們的名字 指王此豪指湧將由生意入品狀子 王仲鳴於1995年成立的王仲鳴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於05年向兩家子公司及不屬於子公司的 和Chon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借出共於3億2千5百萬元貸款 王此豪指其負至03年草以為足時 以計劃將部分生意及常述貸款的債權轉到他名下 其後亦向原告稱自己是貸款債權人 原告認為 王仲鳴雖然於06年簽下契約 將生意轉贈及王此豪 但契約只包括轉讓醬油生意 並不包括轉讓該3億2千5百萬元貸款 所以貸款應屬於遺產一部分 因該不貸款數額龐大 將令遺產分配情況偏離王仲鳴遺族意願 造成關鍵性影響 原告稱 今年內四道法律師信與王此豪 要求他解釋為何貸款債權轉到他名下 為不獲回覆 原告現要求法庭宣告該筆貸款屬於王仲鳴遺產一部分 頒令要求王此豪將貸款加入遺產帳戶 代遺產收回貸款債項及作賠償 王大為早前增基於債項問題 認為王此豪沒有妥善處理遺產及存在利益衝突 向高院慶眾 申請罷免王此豪遺產管理人的職務 申請去年10月被駁回 案件去七篇號 高院民事1560-2015 案件去年12月1日 和4月1日 拼命 免王此豪遺產